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松仔会客室 今天在我们这里我请了一位嘉宾 他的名字叫Rocky 他刚刚在香港来英国的香港人 Rocky,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Rocky 我来英国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在香港从事艺术工作 以及我是一个教画画的老师 即是你在香港也是做艺术这类型的东西 你来到英国是不是也是做这类型的 我看到你后面有很多画 我来到英国会教部分香港的学生 网络学习 现在英国这里就收了一个学生 收了一个学生 那也好, 开始了, 你来了三个月而已 是的 今天Rocky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因为Rocky PM跟我说 他说他自己这几个月经历都很多 那就是从香港来英国 其实大部分的移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大家的困难其实有相类似的地方 不过当然就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但是Rocky他自己的经历就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他想借着我的节目勉励一下香港人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不是太容易 在英国经济比较差一点 还有很多东西都要重新适应 Rocky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 比如简单讲一下你来的过程 以及你一直准备你这几个月来做了些什么 你的过程由一开始申请 BNO的申请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很记得那一天是7月1日打封的 我申请的时候 要用一天的时间申请三个人 我和两个儿子 我申请成功的时候到大儿子了 我打算重复 我很心急去输入一些资料 但是有一个位置我就入错了 到最后我和两个儿子申请 但是就给了四个人的钱 给多了二万多元 为什么会给了四个人的钱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 总之要申请完成他的 那不可以停的了 一条戏 完了之后我朋友问回 你可以发电邮问一下 你给多了钱 然后我就当下跌了 然后我的朋友说 两万多元不行 我上来和你发电邮过去 他帮我英文比较好一点 结果等了两个星期一无消息 我朋友很好 他跟我跟进 看看他说 这里给两磅是必答的 两磅换两万多元 当然给了 那他给了两磅呢 有什么用呢 他说你给两磅 那便会有必会回答你的问题 那他说 当然给了 你给钱他 他就一定会回复你的问题 这个意思吗 他会回复 然后我给了两磅 然后他说五天内回复的 批评 那他三天就回复了我 那那个回复呢 就是叫我 你给一些证据给我吧 那我就一路一路申请的时候 一路有准备图 连着时间 和那个 给钱的那个 那个 reference number 那我全部给了他 那又等了两个礼拜 他说 是收多了钱 那他说 在28天之内 就会复回到我信用卡那里 结果我真的收到两万多元 就是从第一步开始 有两磅 就是给了两磅 他就必定会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应该是必定要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也不清楚 第一个电邮 我是没有什么回答的 后来我的朋友 总之是不停地进去 找很多的渠道 就跟这边说 你给两磅 他五天之内会复你 那两磅就给了 结果 其实到最后 我是会分回给多了的钱 其实从第一步开始 我就经历了一些 比较有趣的经验 那之后呢 那之后你申请完 那你要申请两个小朋友 那你有没有太太跟着你来 没有跟着你来 我太太暂时还在香港工作 暂时还没过来 那只是你们三个申请 暂时不申请 就是我带着两个儿子过来 因为他们也要先过来 你带着紫红狼 一个与两个儿子过来 搞不搞得好 都搞得好 但是来到的时候 也有点刺激的 例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 那我12月1号到报 其实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在这边 一早就帮我租订屋 那在香港租订屋的时候 也有一些小插曲 在谈的时候 E-mail信来信往 好了 那他说 那些东西都搞定了 催我交一年的租金 年按金 那我就给了10万元 再问E-mail 再E-mail问 什么时候有锁匙收呢 中间是完全没有回音的 那两个星期都很安静的 你经过什么途径租这家屋 上网 跟着就找我朋友帮我看 英国本地人的agent 是英国本地人的agent 是 当给了一年租金 就问所有东西都没声气了 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太太就问 我们会不会被人骗 然后我说 突然之间 咦?可能会啊 接着就 心情就打定书数 PanB 那就想着要找B&B的了 住住先的了 在当晚 我们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半夜 我太太又收到E-mail说 喂 你下个星期二可以叫你朋友来拿锁匙啦 挺突然的 失而复得的感觉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租屋的时候 因为在英国确实是有很多人是被人骗了租金的 无论他是经本地agent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港中文的agent也好 都有这类型的个案出现过 那么最常见的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 Deposit是怎样处理的呢 我想问一下你自己租这家屋 是有没有给到Deposit的? 有没有给按金? 没有啊 我是没有给Deposit的 我是按金连租金一次过给的 它是不是一部分是属于按金来的? 就是这家屋的按金 比如你弄坏东西 有两万元是按金 港币两万元是按金 港币八万元是租金 那为什么你会给港币 不是给英镑的? 是给英镑的 我还没调整到 即是你换算了 我现在去街市买菜 也是后面加个零来计算 那么你那个按金 它收了你 它有没有把它放进DepositSkin 那我又没有去查 这个就是关键位 这个就是关键位 你应该一定会知道的 因为英国所有的租金里面 都有一部分是按金 这个按金是不能超过六个礼拜 就是等于租的六个礼拜 不能超过这个数 那么它要放进第三方的DepositSkin 放进去之后 它要出一张Certificate 告诉你证明那件事是放进去的 否则如果你现在租的屋 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件事 你以后出去的时候 即是你离开一间屋 你弄坏了东西 或者有些什么 它要求你赔偿 你其实是可以拒绝的 因为它没有把你的Deposit 正式放进去那个地方 但是你要问清楚 我记得你说过 是的 我记得你说过 要问清楚你的Agent 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都心急要有地方去解决 你住哪里啊? 我住... Workshop 即是近乎Suffield那边 是的 你的房子有多大? 我都不适应 三房一次 三房一次 我说你带你八万元租金 是租一年的租金? 是的 那算是很便宜的了 三房一次来说 即是不算贵 算便宜的 是旧些的 是的 但你的Condition如何? 即是你进到第一天收锁市入屋 那你感觉是如何? 这里的屋 不可以跟一般比的 因为是... 他们应该交屋的时候交得比较赶 我自己有很多东西要去处理的 例如垃圾桶 其实他那个装修执漏的东西是未完全的 他连垃圾桶 回收和堆田的垃圾 都是乱了 但是籠里面 積了很多 我想積了很久的垃圾 勾到变灰色 有虫虫 即是我要去处理 去洗 和剪割草 这样的 这些到了一步 我就不会找A准的了 因为我要快速 弄回帅子 干净 给两个子 可以干净卫生去处理 这些我没有去追究的 总之 刚刚到域有一个地方 有一下遮掩 我要站在里面 你家里的设施 至今有没有任何问题? 有没有遇到不愉快的经历? 通常租房子也会遇到激烈的 以我所知在英国 我到域第一天 12月1日到域第一天 是没有暖气的 玻璃是坏的 但是到域之前 因为我朋友帮我检查了 已经在我到域之前 两个星期 就跟A准那边说了 要找人来维修 带来都是坏的 但是很有趣的 我记得12月1日到域 那天很冷 但是我很幸运 我老师知道我过来 其实他在Amazon订了一个 Dyson的暖风机 那几天 连我太太 我们一家四口 就围牢取暖 就围着那部暖风机 你太太就跟你过来 很有趣的 第二天 太太跟我帮我手 因为平时我在香港 我会被人照顾的 要你照顾回你的小朋友 那到第二天 就有个交易者 就上来 查查一下 那部暖风机 那说 你那个感应器坏了 我要帮你换 那我问要多久 他说 不知道啊 那好吧 因为我之前有看你们的影片 就是要等的 我最记得你说的那个转头 可能是48个小时 你说 是啊 是啊 等一等就变了 那我 到到地方都有不同的习惯 和那种模式 那我每天都要慢 因为你吹都没用的 那好吧 那我等你 然后过了四天之后 他又真的买了新的控制 帮我换好 其实都是有处理到的 只不过可能是 很多东西就没有 踏得实理啊 或者 他可能他说 他不止香港说 喂 尽快明天有 但是又没有 但是他真的没有 他就是没有 有 他就会出现的哦 那买车都 买车这个经历也有趣的 嗯 那我在到英国之前呢 就已经订了一辆车的了 嗯 上网 那下了一百磅的订 那我来之前 我就email 再 confirm 他说有的了 ready的了 那我12月1日到 那我就text他说 12月2日过来拿车 他说OK 没问题哦 那12月2日 你今天11点过来 就可以了 我9点收到个message 但是10点呢 就再收到个message 喂 你的车的brake呢 其实是未准备 是不行的 有问题的 你今天拿不到车了 是 那跟着呢 我就 因为我坐巴士 那我坐巴士 坐20分钟巴士去那个 车行那里 那我说 我订了 我半个月前订了 一个钟头前都还OK 一个钟头后 原来是没有的哦 那我都等车用的 那变了我落头铺 就尝试去选 都是冷静的 我说我好等车用啊 有没有办法帮到我啊 那我就立即上网看 那我看得对 因为自动波是少的 那我看得对之后呢 你直接换了第二架车 不是换了第二架车 是在车行里选择第二架车 就是你不要本身那架 上网选择 另外一架去准备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因为本身我订了那架是没有的 原来没有送过来我这区的 你是哪间车行来的 C字头 我忘记了 Car是什么呢 Carsu 是吗 忘记了 不是吧 Carsu是Deliver 还是Car Shop Carsu好像 是吗 那间很出名的 是不是橙色logo 白色底那间 是的 是的 那间很出名 Anyway 那好吧 我下到铺子 希望尽快可以选择 那我去过车场 我是买了二手车的 那我去到车场那时呢 就全部都是棍波 那我选不了 那我上网选择 那我上网看适合了 自动波 又适合价钱的 那我说 我要这架 他说 可以有 我说多久啊 两个礼拜呢 下两个礼拜 我想快点 那他说 到最后都是帮不了手 有些是 又不知道时间 那这样 那 那和太太坐巴士回家的途中呢 见到有间 日产代理哦 Rock in 去问 其实我想要一架车 那 那即场他拿一部电脑给我选择 那我就讀了 我说 我要这架 最快什么时候有 跟着他说 你很赶啊 我说我很赶啊 如果明天有就好了 跟着他说 那现在这架车是有的 ready的 不过不是在这里 York那边 他说我要开一个半钟头车去拿回来 那时候是大概12点 他说你先回家 你5点过来 我去那里银车过来 他说你落300磅 我现在立刻银车过来 这个年轻人 就很积极了 黄昏5点去到 嗯 他真的交到一架车过来 你下个星期三 银车过来 我帮你打链 那好吧 过来打链 原来呢 下个星期三 我银车过去呢 他说 那我上午10点 放下车 他叫我晚上5点才去拿 我说 打链要这么久 然后他说 那辆车都还没查 我看你这么急 我让你先银车 我现在安排了 我帮你查车 就是他让你拿走了 他先银了一段时间 他再回来查车 是啊 那整件事是完全不合适的 不过都搞定了 车的问题 那你之前 麦后之前 你找我的时间 你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那张照片是 你的天花板 就出了个大咕咚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租一租房子 突然间天花板 会有个大咕咚在那裡 是的 那个大咕咚就很重要 我有一天 就起床 打算煮早餐给两个儿子 整台的餐桌 好像落完雨似的 我勾头 然后我头望 天花板 有一条很大的裂痕 裂痕也有1.5米 但你发给我的照片 不只是裂痕 你是直接有个洞在那裡 差不多是 裂痕出来的 哦 因为最初是裂痕来的 个人都很抑鬱 因为过来一个人 take care 两个小朋友 真的抑鬱 爆炸 冷静下来 上二楼看 我想起的位置 原来是水龙头下面 那个adapter 接驳位滲出来 我想是日积月累 他存在 负荷不到 他终于爆裂 但是为什么上层 就是中雨洞 不停滴 是的 中雨洞 为什么上层好像没有什么呢 原来 洗面盆下面 有个櫃 水龙头就藏在櫃后面 变成我看不到他的流水 隐藏了流水 存在了很多个月 终于爆炸了 不幸中之大幸 我就在那个adapter那里 可以off到 暂时都可以洗澡和煮饭洗衣 这个都不幸中之大幸 我送完儿子上学之后 就直接駕駛车去地产代理 说我很大件事 接着他说 你等我一会儿 他们都很分工很讲程序 因为这个loan就不关他们的事 是maintenance的department去处理的 他就写了个电话给我 你找这个这个人 好了到我回到家 接得通个电话 我一接通电话我就想说 好大件事啊 滴水啊 爆了天花板 但是呢 我要听完他说的那句话 你好 我是哪位哪位 我是这间公司maintenance的 什么什么的 客户服务 有什么帮到你 我忍着听他说这句 是啊 我家里的天花板穿了个洞 天花板就坏了 你看到那张照片 是一张就坏的照片 他说 哦 你天花板穿了个洞 你等我一会儿 然后他又等他一会儿 你发觉 现在你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说很大的情况 我说其实尽快找人来维修 请你 然后他说 哦 那你要等我找一找业主 那就又等 然后我说 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找到一个键 还在滴水 我说滴水啊 然后他就说 啊 你找不到个总键啊 我说我找不到个总键啊 啊 你试一下敲一下门 看看个总键 在你旁边的屋里 那里 然后 啊 然后呢 结果我没有做这件事 结果我尝试在那个 adapter那里扭 可以局部这样 控制了他 不滴水 他说 找业主 于是这呢 我就等了两天 等了两天 他就回电话给我 他说 我们星期一 有人来看的 嗯 那结果呢 前日 星期一呢 就有人来看了 那那个contractor呢 都拎了头 说 其实 这样交屋给人 都不是那么好的 那那个contractor呢 那个哥哥呢 就拍了照片 就报告回去他公司 那 那现在我就是 耐心等候了 你在英国就 就是有经历过 穿洞啦 流水啦 没暖气啦 拿不到车啦 那三个月来说 你那个 心理变化都很大 那你平时出街 有没有说些 不习惯啊 讲英文啊 或者是 去申请各样东西 有没有遇到很多麻烦啊 因为现在有youtube 我觉得各样东西 照看照做都方便 好像我换英国车牌 我也是一剃过 譬如看完youtube 说签名不要过街 寄信要寄first class 那样东西 都是跟着做 有钱人走了 其实比起以前 那一代人 我觉得是信了很多的 譬如我会这样想 现在我是假天花塌了 但是我也有安全 又有瓦遮头 其实都是幸运的 有时候叫做不幸中之大幸 小朋友读书 入学有没有困难呢? 即是行不行接到 以及快不快找到学校 小朋友呢 我到我来香港之前 已经交了文件了 到步之后 其实两个星期就收到信 到学校 12月1日到 其实他们一月已经上学了 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人说 你香港未有英国的地址证明 那就很难 学校可以接受你的申请 那你当时 怎样在香港 可以找到英国的学校去收他们呢? 哦 其实我租这里 是十月底就已经起租了 嗯 即是我十月底 一起了租 就立刻拿这个地址来申请学校 即是立空租 立了两个月先的? 立了两个月空租的 那煮饭那些呢 有没有困难呢? 或者英国的食材方面 刚刚吃呢? 初头有些困难 初头 因为其实我自己一般的 喜欢开车的 嗯 那我要去中式超级市场呢 就 以我的速度要开9个字车去 那我就觉得很累 后来原来Amazon什么都可以订 那些乌冬啊 那些乌冬啊 乌冬啊 乌冬啊 我可以在附近超级市场买到 其实大部分食材 可以去supermarket买到的 上网可以订到 大部分醬料的时候 那我就没有太担心了 嗯 那譬如煲汤 煲汤我不加蜜棗 我就用毛花果 那样 有其他东西呢? 那大部分香港的食材 我都可以吃到的 啊 那要靠你自己的厨艺 是吧? 你Chefville那边 多不多中餐馆啊? 就是有些香港人开的餐厅吃一下 哦 我来到这么久 我没有出过去吃东西 是啊 餐餐都自己煮 我全部都是自己煮的 YouTube 都是在YouTube YouTube YouTube 照看照跟就行了 那我想问你 你一开始都说你自己 遇到这些天花板凉 有些不开心啊 有些抑郁啊 但是你email跟我说 你又想跟香港人鼓励一下香港人来英国 不要太过担心啊 各样 你是不是有些说话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是啊 其实每样事情的发生 都会不开心 很悲哀啦 我之前有一些 Panic Disorder 一些惊恐症 嗯 那 有时候都会 trigger到我 个人很stretch 但是呢 第一 啊 这里是租的 有些什么就移动咯 个人可以移动的 都来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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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样东西慢慢去处理咯 最紧要呢 保持自己安全和情绪咯 还有 都有时候是 有人情味的 嗯 就是譬如 有一次个boiler停了 不work 那我要叫个儿子 那你今天没有暖水 洗澡 就煮水抹身咯 自己去变啦 那我打电话去找人想维修煤气 那个人问我拿 reference number 那我说我是租客 我 他说一定要业主的reference number 如果不是我们不受理的 那我就没办法啦 那么 因为agent通常都不会回覆的 又 不是他的份内事 那 那 那我就收线 就再处理啦 那我就跟那个热水炉的指示 那我就off了他先 跟儿子尝试 restart了几次都不work 就索性删了他 那晚呢 叫儿子抹身 我说 有时候的事情是要经历一下的 抹身 好有趣 手行顺手 开回路 一直 又work 又到现在了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 那个人情味的位置 那四天之后呢 就有个叔叔突然之间敲门 他说 之前我们公司就收过你的message 收过你的电话 就说你的煤气炉坏了 我经过我想上来 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帮到你 我说多谢你 就真是 没有 number 你都肯过来看看我 那就是他真是 有心过来看看我有什么 有没有事啊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受 就是extra额外去做这件事 而不是跟程序去做 这个不是我去申请 也没有预约的 是他突然之间过来去看一看 难处就一定会有的 因为始终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 而且不要去比较 就是不要说如果我在哪里又怎样 我又怎样 试一下在这里活在当下 在当下可以做到些什么 还有有什么可以做到 另一件事不会再恶化 找朋友帮忙 那来到这里 尽量都希望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有什么都是问问人 自己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都去尝试一下 以前没有用那么多email 去申请和去预约一些东西 现在要习惯用多些email 因为原来他们是会回到email的 电话就不听了 回到email就会比较容易 是啊 不此下问 也有个挺有趣的经历的 有一次看完衣服 和儿子看完衣服 看完衣服 去拿药 那些药房 是不是叫药房 是吗 是没错 那去药房排队 前面有个婆婆 那我跟着一些指示 继续到有些距离 好像都听你们说过 排队就不要跟着那么贴 嗯 那我继续到很远的距离排队 那人有三级 那我又排队 又有点急 那人可能不是很自然 啰啰乱的 然后那婆婆很好啊 那婆婆看到我 啰啰乱的 那婆婆看着我 那婆婆看着我和我说 要不需要你先啊 他们会很留意身边有些人 那婆婆看到你 啰啰的样子 他是不是在想 你是不是很赶着要先拿药呢 那我说不是 我说我想去厕所而已 那结果呢 我说婆婆你继续吧 我也是去厕所先啊 就是这样 那些人情的味道就在这里感受到 他们很在意周围的人的感受 不只是自己的感受 香港就少遇到 也有的 其实到某地方都有很好的人 会关心人的人 香港可能因为人多密集 每个人都赶 这个是 其实香港人情味是有的 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 不过在这里 他们观察得多些 就是如果我这样的年纪 如果在香港 不会 未必是一个婆婆 去关心 就是比较壮年一点的人 就是他可能是慢活 他已经是去到那个年纪 他又没有什么特别很赶的事情 所以他多一点时间 留意到身边的人 反正我们香港人实在太忙太急 每一天都有排山倒海工作 所以可能会忽略了身边的东西 还有在这里我开始要习惯 慢慢去处理一些东西 每一天我处理到一样 完成到处理一样的公务 我就觉得很好 自己有成就感 对 你自己回来英国这么久 你开不开心呢? 和你之前在香港比较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开心了 还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在这方面 我太太在香港做事 有时候是会孤单点 闷点 不过我发觉 要让自己很忙 那就会开心 搞小孩 想煮饭 椰子煲鸡 不放蜜棗 放无花果 一样可以 那我在这里又有满足感 不断向老婆 尽量让自己忙些 我自己会做多些创作 画画上堂 会不会多些灵感 来到英国 这个月有 因为第一个月忙 日日是填表 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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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三个月开始 慢慢的 资料 想一些东西 你觉得自己 三个月适应了吗? 适应这里生活了吗? 我觉得适应 适应到 适应到了 因为 其实最多谢第一 是我朋友 到第三天开车 他叫我留意回船署 如何入线 那里已经帮了我很多 有一样东西都蛮有趣的 我有一次 跟儿子去看完 一条桥 Will you marry me? 那条桥 在Serville 是 儿子说要去看 嗯 那我就跟着Google去开车 那我回头 找太太和儿子 太太和儿子在 playground 玩着 那我只是跟大儿子去看 看完呢 我打算开回去 好像有少少荡室路 看一看Google 慢了 然后感觉到 后面有一架警车 闪着灯 跟着我尾 跟着我尾 跟着很久 然后他突然间 在B步 在B步 指向我左边 嗯 然后他说 我跟着你一会儿了 你是不是挡着路 我说 是呀 我找到了 刚刚 我在那里U回过去 就去到 playground 然后他说 哦 你这样的速度太慢了 會被人撞到你屁股,你下次找路拍到一旁,不要駕得那麼慢 是的,這裡快,不可以太快,慢也不可以太慢,要均速,這樣才可以 他也很友善,他說你不要駕得那麼慢 我剛才跟了你一會兒,看到你還是這樣,我又怕你會被人撞 其實他也是出於好意,擔心你 我看到你幾個故事都很有人情味 我看到你,非常之好,來了三個月,你也有很多經歷 但你也慢慢適應這裡生活 最後有沒有什麼想和香港還在猶豫,來不來英國的朋友說 有沒有什麼想和他們說 其實有每個家庭不同的考慮 如果決定了的時候,走向前 好像我以前聽一個牧師說,他說好像車頭燈那樣 你不要想得太遠,走好前面那一步,照倒那一步,再走下一步 因為太遠的,我們想不到 對 好像天花板事件,那個時刻,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家庭會爛了,我很不開心,很悠閒的人 然後我在想,人沒事就贏的了 那些死物來的嘛 我勉勵香港人是走好前面這一步 因為太遠,我們真的控制不了 你想過來,你決定了,就走好前面那一步 好像車頭燈那樣 照到前面那一步,走就走 下一步又走,又走 決定了過來,就不一定是沒得回頭的嘛 其實現在只是小小世界而已 世界很小的 人的移動能力,尤其是香港人的適應能力都很強 對,就留下了 不對,回頭也不用繃到自己沒有彎轉的 好,今天非常感謝Rocky你接受我的訪問 希望你在未來日子就可以繼續快樂生活 盡快就繼續適應這裡 最好,太太就快點過來和你一家團聚 這個很重要,是不是 非常感謝你今天的抽時間 和我們做這個訪問 如果大家也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鐘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我們也會希望可以多些不同類型的人 例如英國的朋友,不同種類界別的 也可以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疑問 或者生活在英國的心得 這集差不多了,下次再和大家見,拜拜